在这一边他给我们speed time graph 我们在做这课的练习的时候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看它上面 这一边是speed 然后它是speed的情况之下 我们直接看的就是它的speed 然后它的平线的话呢 就是infrom speed 它的斜度是isceration rate of chain of speed 然后它area under the graph 是它的distance 所以在这一边呢 这个是它的speed time graph 然后for event t second 它的rate of chain of speed for the first 3 seconds so rate of chain of speed呢 是它的斜度 也就是y2-ye除x2-xe 所以在这一边这个是012 然后这个是330 所以我的这一边呢 我的斜度是 它要找它的斜度 所以我的a的这个地方非常简单 我就拿30-12除那个3-0 30-123-0 30-12-18除3 所以它是6m的second square ok这个其实是我的exceleration来的 ok 好 distance travel for the first 10 seconds distance travel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要知道在speed time distance 就是它的area under the graph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把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一个trapezium 第二段是一个那个 呃 长方形 我会建议你分 分分分这样的段 会比较安全 不然有一些学生 他以为这个是一个trapezium 不 这个不是一个trapezium 所以这边是3 这边是7 然后这边是12 这边是30 所以我的b的这个部分呢 我的distance会是ae加a2 然后我的ae是1 2 然后12加30 再乘以3 然后我的a2是7 乘以30 然后我在这一边 他就有42 21 21乘以3的时候呢 就会变成63加210 然后63 是63 ok 我在这一边有12加30 然后我就有42 然后除2乘以3 然后我拿到的是63 对 然后再加210 就273 所以是273m 所以他答案是273m 然后在这一边他t rate of change of speed after 10 seconds is the same as the magnitude of the rate of change of speed what's 3 seconds 所以他在这一边rate of change of speed 就是他的那个gradient 然后他是一样的 他的magnitude是一样的 所以他是一样的 ok 所以这一边的斜度跟这一边的斜度是一样的 so 刚刚这个是6嘛 然后这个的斜度是一样的 所以我的这个gradient呢 会是等于那一个 什么 t0-30 除那个t-10 然后他就会变成-30 除t-10 然后我的这个 因为他这一边是向上 所以他的acceleration是6 然后这个是向下 他的acceleration其实是-6 所以他这个是-6 所以我的-6乘t-10 等于-30 ok 所以我的t-10等于-30 30除-6 然后我拿到是5 然后t等于15 我把这个t-10 里面的这个10 翻过去 他就变成15 他的magnitude一样 但是因为我知道 他的这个向上的时候 他的gradient是positive 所以这个是-6 所以他在这一边的时候 可是有个解的 所以是5 所以因为他是 那一个向下的 ok 好 就是这样